韓國瑜成為了立法院長 不過現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卻是決定要來告民進黨 原因是因為民進黨發言人吳珍 他在1月31號的晚間爆料 說柯文哲跟一位綠營一介大佬 表達希望民進黨支持黃珊珊來當院長 那麼副院長就會支持蔡其昌 來促成山蔡佩 不過這件事情就讓柯文哲很生氣 他一早就說要告 而民進黨的發言人吳珍 他也回應說歡迎提告 相關的通聯記錄 還有人證也願意到法院 例行開會時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一聽到民進黨就變臉說要告 全是因為立院龍頭選舉 傳出綠白巧好山蔡佩 民眾黨發文駁斥 但民進黨發言人吳珍卻發文說要還原真相 吳珍表示當時是柯文哲主動打電話給民進黨的一位一介大佬 表達希望民進黨支持黃珊珊當院長 副院長就會無條件支持民進黨推出的人選 如果柯文哲主席真的提告的話 他也願意到法院一起來去當面把話說清楚 所以如果這部分柯文哲主席希望到法院裡面去論個是非黑白的話 我想我們也是相當的歡迎 我也勸民進黨 不要每天在那裡放話 這個大家好來好去 你要這樣每天這樣鬼扯 都算全部講出來 選完了院長卻爆出喬世羅申門 但除此之外民眾黨團幹事長陳昭姿因為手上髒污 讓原本要投給黃珊珊的院長票成了廢票 民眾黨表示中平會決議下週二臨時會討論 但在此之前 先引就辭職 本身黨幹事長職務改由吳春晨接任 院長人事塵埃落定 新會期還沒開始 立院工房已經拉開序幕 華爾璇環山翁前黃 楊仁敦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